终于杀到湖北了 男子只因上厕所没冲马桶 就被室友打走两颗大腰子并抛尸湖中 被发现时只剩下驱干 打包上来一块是个人的上层的驱干 把这个内脏全部挖回来 只剩下驱干 没有头了 请问你们有这样不冲厕所的室友呢 担接艾特出来让他看看 夜深了 无情的驴又来了 艾特你们的大冤种闺蜜兄弟来看 并且送上几朵小画画 拜老虎游哦 时间 2013年12月6日 这天下午 老嫂子和二狗相约来到了武汉市光谷软件员警官湖拍写真 可就在二狗想着给老嫂子拍几张美颜拉满的照片时 突然 二狗感觉湖中漂浮的白色物体严重影响到老嫂子的美感 于是他叫来了园区的保镖过来查看情况 最初大家都以为是哪个不懂事的小伙子 把自己充气的女朋友丢到了湖里 保镖觉得这玩意影响适容 于是就想走近将其捡出来自己拿回去用 可由于他们没有看过无情驴的视频 保镖一走近就被当场吓成了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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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镖大哥健壮连忙报警 很快 警方接警后直接一个闪现飞到了现场 并且对湖里的尸体进行打捞 通过法医初步勘察 死者是一名男性 身高在1米5到2米之间 年龄在30至50岁左右 此人身体强壮 但身体没有任何衣物包裹 体内器官几乎全部被掏空 就连头颅和双手也不见踪迹 法医通过尸体腐败程度分析 死者死亡时间在一周左右 并且根据尸体的切面 确认了凶手作案用的是彩刀 水果刀之类的锋利工具 由此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人碎尸案 但由于死者没有任何衣物包裹 因而警方没能从死者身上 找到任何能证明他身份的物品 只看到他脚上穿着两双袜子 而且每一只脚都套着两只 警方通过常识认为 死者应该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确定了这些信息后 警方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师员 于是他们第一时间在失踪人口 网查找与之匹配的人 同时还在辖区内粘贴寻尸起事 并且还对园区内几百家企业 进行走访调查 接着还查看了园区内所有监控 但都毫无线索 此案貌似陷入了僵局 是警方调转侦查方向 通过会议商讨 于是警方决定从园区的湖里查找线索 接着在2013年12月7日 警方调来了14台大型抽水泵 24小时全天无休 准备把抛尸地的湖水抽干 不多时水抽干了 警方在8日晚上找到了死者头颅 9日早上找到了死者的四肢挤一把锤子 从而警方判定湖周边就是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 根据这些线索 警方认为凶手就是软件园里的人 可软件园内上班的就有上外人 想要从中找到凶手犹如大海捞针 见此警方只好用模拟实验推断出凶手具体抛尸位置 接着根据气象局提供的案发期间的风向 再通过几日的不断实验 警方得出了具体的抛尸地点 应该是在景观湖的西北角 就这样 西北角方向的办公楼也就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对象 接着就开始对该区30到50岁左右男性进行逐一询问 可通过几日调查下来 警方发现所有的公司都没有符合特征的人员失踪 这让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然而就在这时 法医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场 接着法医又发现死者小腿粗壮 觉得死者应该是从事过体力劳动工作 得此线索的警方立即把死者年龄扩大到55岁左右 同时 外围调查的民警在对袜子调查时 发现死者所穿的袜子售价只有两块钱一双 由此警方得出结果 死者应该是年龄在50岁左右 曾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 于是警方立即组织警力 对园区内年龄在50岁上下的人员进行重点排查 很快 在12月8日下午2点时 园区物业公司的杨经理向警方反映了一个情况 他说公司的保安员 梅中在11月24日夜班以后就没有回过宿舍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然而在两天后 梅中发了一条信息给杨经理 说自己的儿子在广州出了事故 需要回去处理一下 在此期间 杨经理也曾多次给梅中打过电话 可梅中的手机却是一纸关机 接着警方通过询问杨经理得知了梅中的年龄 身高 体貌 随后警方通过对此分析发现此人的特征 与死者的特征高度吻合 接着警方还了解到梅中是一个性格怪以孤僻的人 不合群 而且对工作的态度也是极不认真 曾因多次在上班时玩手机被队长杨泽掉 因此 梅中和队长杨泽也多次发生争吵 每次队长安排工作 梅中也不听指挥 还喜欢唱反调 因为在梅中眼里 他比公司任何人都早入职 资历比任何人都老 所以在工作中他根本不服队长安排 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队长杨泽的严重不满 慢慢的队长就和同事将梅中孤立起来 除了工作时间 其他时间基本没有联系 很快警方在走访中得知梅中对杨泽一直存有积怨 两人还曾因生活琐事发生过活 得此线索后警方立即来到了梅中的房间查看情况 进屋后民警发现了椅子上有袜子 经过比对 这双袜子与死者脚上的袜子一毛一样 原来梅中是从农村大山而来 由于常年从事体力劳动 加上年龄天大 所以冬天他就特别怕冷 值班的时候经常穿两双袜子 后经DNA检测 土中的死者正是梅中 于是警方通过种种线索认为 梅中的队长杨泽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警方立即对杨泽进行调查 发现杨泽原来是一个有强科的人 出狱后就来到了软件员当了保安 由于身体健壮 做事认真负责 很快变成了保安队长 警方为了能尽快破案 于是将杨泽带回局子喝茶聊天 在喝茶期间 杨泽表现十分平静 这和调查的情况截然相反 由此警方认为他是在撒谎 那他肯定是在掩盖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民警立即调取了 11月24日晚值班时的监控视频 可奇怪的是 当晚梅中下班后 监控视频就没有记录了 接着到10点左右 警方在另一处监控探头中 看到了一个男子走进了监控室 经指认此人正是杨泽 正常的话他当时应该是在接梅中的班 可为什么他要来监控室呢 然而正当民警晚后查看视频时 突然当晚11点以后的监控视频就中断了 接着再次出现的视频画面 就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24日晚11时至25日早上7点 这个时间正是杨泽职夜班的时间 而他刚好在那时进入监控室 那么消失的视频会和他有关吗 带着这些疑问 警方首先将杨泽控制 但此人死到临头还是不肯认罪 没办法的民警 只能对杨泽使用失传已久的大记忆恢复术 杨泽见此立即承认了杀害梅中的犯罪事实 据杨泽供述 在他眼里梅中就是一个香巴佬 是因为梅中来自大山农村 不太喜欢方便后冲厕所 也不晒言辞 这让杨泽非常冒乎 然而在2013年10月时 梅中再一次上厕所不冲厕所 杨泽见后就与他发生了激烈冲动 杨泽凭借着两米的大高个 几下就将一米五的梅中打趴在地 这也导致梅中受伤 医药费也花了两千元 不甘心受辱的梅中想要讨个说法 于是就找杨经理说 要让杨泽付出代价 让他登监狱采逢任机 杨经理听后话此事影响公司的名声 于是对两人进行了调解 杨经理让杨泽赔偿梅中花费的医药费 但最后杨泽只是请客吃饭 并且向梅中道歉 没拿到钱的梅中非常冒火 然而他也没办法 至此以后两人形同陌路 关系变得越来越僵 很快时间来到案发当晚 杨泽来到岗位与梅中进行换拜 可梅中一如常态 提前二十分钟就准备响走 这让杨泽气不打一出 于是就问候了梅中家人几句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一问候彻底惹恼了梅中 再加上以前的事 两人从互骂演变成互殴 在此过程中 梅中竟然从兜里拿出匕首 扬言今晚要送杨泽上西天 可还没一分钟 匕首就被强壮的杨泽夺去 就这样 矮小的梅中就这样被反杀了 后来杨泽为了逃避罪责 于是在值班期间 将公司里的电源断掉 不让监控视频拍到他罪恶的身影 接着为了制造梅中还活着的假象 他还冒充梅中发短信 向公司经理请假 广称请假去广东探望儿子 可让杨泽没想到的是 仅仅才两天半的时间 他犯下的罪行就彻底暴露 接下来 等待杨泽的将会是法律的严丑 在此驴哥告诫各位朋友 上厕所一定要冲马桶了 如若不然 下一个送走的就是你 白白关机睡觉 关注